就第一個你可以開啟Google 然後點擊 他的那個 右上角會有一個Google的雲端硬碟 Google雲端硬碟 那雲端硬碟裡面的Google表單在哪裡 實際上點擊這個 點進來之後呢 如果你要做個表單非常簡單 在這邊上面有個新增 新增更多裡面就會有個什麼呢 Google的表單 實際上就在這裡了 那也就是說他把那個 Google表單 就直接放在Google的硬碟裡面 那存資料他會存哪裡呢 就會存在Google的試算表 也就是以後的話你甚至可以把Google試算表 你做答結果 下載下來就變成一個Excel的檔案 你也可以再做後續的處理 大概的 大概是這樣那待會我會教各位 如何產生一個 這個表單 那如何可以把這個表單 像我這邊一樣 就是給各位給 各位一個簡短的網址 然後也產生一個QR Code 網址可以給電腦去輸入嗎 那如果說呢 他要用那個 比如說手機的話 他可以用QR Code去掃描 那怎麼做啦 待會我們會再來看 那我們先把剛剛的作答結果 稍微看完好了 你剛剛這地方 大家舉凡剛剛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OK 那他這個 有沒有為未來做準備 大家秀一下 另外的話 你最喜歡的課程有哪一些 大部分都是寫 沒有 然後華文 我看到有一個是電腦OK 好然後 其他 大概 其他的東西OK好 那有哪些是想要上但是沒有 其實有這些 他怎麼想要學老莊的OK 文心雕容 這還蠻妙的OK好 那再來的話呢 其中跟期末希望以哪哪一種方式 進行 那這邊的話我看一下 最多的是繳交 這個書面報告 然後其次就是電腦上機測驗 不過我們會針對 可能 課程內容 做一些調整 如果題目適合上機測驗 那我們就用上機測驗 如果比較適合也許你就交 不過我還是比較傾向 這個報告裡面 要能夠有一些 我們利用工具做出來的結果的報告 而不是說 像有些同學用Google 然後Ctrl C Ctrl V 而且我還用他的結果上網搜尋 搜尋到他哪裡貼的 其實 這個蠻多但我不希望得到這樣的一個 一個報告 盡量還是你們自己寫出來的 然後期末的話大概同學最多還是上機測驗 還繳交報告 有分組報告有同學一個 OK那所以主 主要蠻多同學還是以那個 希望能夠上機測驗 為主 那其實上機測驗當然最好一翻兩瞪眼會就會不會就不會 其實我以前上的課 最常還是上機測驗 那我們的成績 那我們的成績 基本上呢 總共會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其中 占30 其末也是30 所以你會拿多少分 其中其末 如果你 假設其中一個 不是很好的話 當然你就是在其他部分 在補強 另外的話還有兩個成績 就是平常成績占60 那平常成績裡面 還包括就是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 你有沒有出 缺勤有沒有缺席的問題 如果你經常被有點明道 或者是說呢 你有來上 客 但是 做的離我比較遠一點 所以我講過 那當然 你的平常成績 有一部分是 根據你 做離我的遠近 來決定的 離我越近分數越高 所以 當然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 盡量 因為上課 如果能夠距離我近一點的話 當然我也不用太廢事 有時候其實如果附近有同學問題也可以 提出來 我可以馬上可以幫你們解決 OK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還有哪一些 App或者雲端 對於那個文學史料有一點幫助 不過好像我看起來大部分都跟 文學史料能夠直接銜接 恐怕還是要動到腦筋 像同學什麼 相關阻擋廣告的這個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連YouTube上面有這東西 像YouTube裡面有一個 常常你有廣告 如果你要繼續播放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可以阻擋廣告的一個外掛 他也可以幫助 他其他我想這個部分再看看好了 OK 對於工 業4.0 裡面的內涵 如果有些同學不了解的話 都不清楚 不清楚 那我建議 你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其中像雲端 像App的 應用 也是在工業4.0裡面的 就是其中一環 OK 那 這個大概先說明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就是說最後 那最後的結果當然 你會發現 我剛剛問題在這邊 可以編輯 也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 利用雲端硬碟 的這邊 去新增那個表單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 這邊 表單 進來之後你會發現 他基本上 就是會停在哪裡 停在問題 那也就是說你就分別把標題 說明 一個問題 到底是單選還複選 有沒有 你可以這邊可以做一個 做一個選項 這邊可以選 比如說你是檢答 段落 單選 核選 那理論上 我像我剛剛這個問題 基本上只有用到 檢答 跟單選 核選 那至於底下的 我是目前沒用到 但是呢 如果你將來你的問卷裡面 希望有底下的 應用你自己再去 我想再試試看 他的 做法其實也相 也相對的 沒有那麼複雜 那所以 我基本上 就把問題思考好 分別把問題填上去 做好一個問題 之後的話呢 那比如說這個問題我希望他是 檢答有沒有 把問題 打上去 再新增第二個 有沒有第二個問題 再新增第三個問題 再新增 一直往下新增 那做完之後的話 就是各位看到的這樣的結果 那另外有個選項 可能要 要去改了 這邊要不要必填 有沒有 如果說呢 你要強制他一定要填的話 那你記得把這邊改成必填 那也就是他不能夠不填這個 如果不填的話 按送出 他會跳出一個紅色框框 讓他一定要填寫 OK 所以大概 第一個你們先思考一下 就是說呢 Google表單要怎麼做 那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做完之後會有切切到這邊 答覆的 這個回復的結果 那裡面如果說呢 你希望把 你這邊做答的結果下載成一個 這個Excel的檔案的話 你可以點擊這邊有一個 叫Google試算表 那他會怎麼樣呢 把剛剛你們做答的結果 再跳到一個Google試算表裡面 你可以看到 你們剛剛作答所有的結果呢 通通都會列在雲端上面 那因為之前我本來有好幾個問題 不過我好像把他刪掉 所以他會有空白欄 又把他問你 這個 像這個預期 成果就把他刪掉 那你會發現 你們填的東西就全部在這裡 那如果說呢 你 雲端的那個Google的 試算表要把他變成你們熟悉的 像什麼 像Excel的話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從這邊檔案裡面 再把他下載 成Excel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再做後續 的 應用了 所以其實 如果你懂得用Google 表單來做 資料收集 是非常的 我覺得非常的方便 OK 而且不用寫任何程式 那再來 所以 請各位 思考一下 這個題目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 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將來如果說 這個 我要怎麼樣很方便的讓別人去 填寫 那需要縮短網址 跟QR Code 那怎麼做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到 預覽 實際上未來呢 他做完 你們做完的那個問題有沒有 你如果希望能夠預覽一下 最後的結果 請你注意一下 這邊有個眼睛 這個眼睛點擊之後的話 實際上 他會連到哪裡呢 連到就是你未來的 看到的這個網頁 也就是說呢 丟給別人的那個網址 那那個網址 這麼冗長 所以呢 第一個 你希望眼睛 對不對 第二個呢 知道網址了 可是你需要的 把它縮短 那如何縮短 記得 開啟新的網頁 我們會需要有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也是免費的 而且也是Google提供的 叫做 GOO.GL 網址就這個 所以你會看到了 我這邊後面會有一個網址 Enter一下 那你只要做什麼呢 把剛剛的這一個 這個文件 上面的網址 把它做複製 再來貼到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縮短網址的 一個 這個 這個地方可以貼 文字方塊 你可以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呢 旁邊有個按鈕 有沒有 Shotin URL URL就網址 那你可以 縮短 按下去 OK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你產生一個 短網址 旁邊有個複製 那這個就是你的短網址 OK 那你可以 Dumb 所以以後你就把這個網址 告訴別人就好了 不過有的時候像 我的習慣講 因為有時候網址這個網址有時候 裡面有 這個E有點像L 很容易混淆 所以怎麼辦呢 像我的習慣是 多貼 個幾次 再看一下這個OK 如果這個還是不OK 有沒有 我可能再貼個幾次 為什麼 因為我選一個 可能 所有都是小寫 或說因為有大小寫 感覺 一般人不好填 所以我就選一個比較OK的 那假如這個OK的話 那你就把它當就可以了 就這一個 那怎麼 你可以把這個網址 複製起來 另外的多餘怎麼辦呢 這邊可以把它 害 把它隱藏掉 其實就把它刪除掉 就對了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 把那個 多產生幾個 再選 有點像 選那個 選你的號碼 OK 手機號碼 比較好 然後呢 最後如果你要產生 QR Code 很簡單 旁邊有三點 對不對 點下去 可以 找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QR Code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他就會直接幫你跳出一個 QR Code 按右鍵 這邊有個複製 圖片 那你就可以把它貼到 比如說 Word 然後將來如果說 有人要 幫你填問卷 你就說 他說 怎麼填 你手機拿出來 好 拍個照 你就把那個 印出來的QR Code 我想你大概把它貼到Word裡面 把它列印出來 你就 掃一下掃一下 或者甚至把這個圖放在你手機裡 有點像那個LINE加LINE的時候不是也是一樣 你就可以讓他怎麼樣 直接可以掃就可以了 那掃完之後就可以連過去了 OK 那我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 請各位 在雲端表單裡面 增加一個表單 再把問題填上去 增加進去 最後的話呢 記得怎麼樣 這邊有眼睛有沒有 預覽一下 那再把預覽的這個結果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你的那個 這邊 然後shoot 之後產生一個比較理想的 其他把它hide 另外呢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產生QR Code 就把它點擊 那請各位 先試試看 第一個 先了解一下 Google的那個 第一個雲端 我覺得 蠻重要的 這個用 我用到的機率 非常 非常的大 他當然除了用表單 Google表單之外 所有的檔案 基本上也都放在Google雲端 硬碟裡面 目前Google給我的空間 非常非常的大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 第一個作業練習 就是那個Google的 表單 OK 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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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